S&M On Life Hello,我是Mike Hello,我是Sylvia 追求時尚生活 當然是聽S&M On Life Hello,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S&M On Life 有Sylvia和Mike 大家好 Mike哥,我們今集的題目 跟這部電影有關 我知道 是你定的 沒辦法 看電視看到他們兩位男神 哇,我一杯茶都馬上插出來 我很期待這部電影 吳鎮宇加上劉青雲主演的談判專家 Bason,荷里惠記一部很厲害的電影 《Negotiator》的香港版 很想看 日前他們出席了很多記者招待會 看到他們出現 Mike哥馬上說 你要說 要說什麼呢? 就是說他們的衣著 為什麼呢? 因為那天我看到兩位男神 穿的衣服 一個好像在街上買豬羊粉 其實兩個都相似 對 不過你特別想說鎮宇 對 有什麼理由你這樣的裝扮 戴著大翡翠 然後再戴上手串 哇,很不難的 我也有點驚訝 因為男士很少戴翡翠 他還要是幾隻牙齒 幾隻豬連 然後加上這件襯衣 再加上這個髮型 我都真的 打了個凸 不行啊 俗稱說 好像雞豆那樣的頭 雞豆那樣頭 因為飛機頭 當年很帥 你當然是 你只顧著飛機師的那個 但是鎮宇今天也是63歲 其實有時候 如果他保持得好一點 人們都會說他是 東靈男神 不老男神 但這次這個外形 我真的覺得 輸了 輸了 原因呢 我想最主要就是 可能生活模式不太好 可能吃東西方面沒有節制 因為你一吃得多鹹的東西 那時候就很容易水腫了 所以一般 無論是男星或女星都好 如果你預計了那段時間 有很多工作 還要見很多記者 其實可能是幾個月前 已經準備 還是要做好面膜 或者開始要戒飲戒食 要清淡 對 要做好準備 他們這些可能是 昨天還在拍通宵 然後今天又去做訪問 那個感覺給我們就是這樣 所以就差一點 所以我們今集就想說一下 現在我們熟悉很多男神 尤其是有些已經登錄了 究竟有哪些是保持得好 有哪些保持得不好 鎮宇這個就是明顯 不行 但是 我覺得你可以改的 你快點保持吧 好 這個叫陳豪 對 麥哥說一定要說 對 Moses呢 你是不是又說他的頭 對 因為你幾次見他 都是出事的 對 可以說你的髮型 要改第二 你就真的跟他說 不行 所以男士的頭髮也很重要 對 你不用梳得那麼高 因為你梳得那麼高 讓人感覺很麻痹 所以我發現 Moses這件事 就算設得那麼漂亮 都麻痹 麻痹 真的麻痹 不要把髮髮拉得那麼高 不要把髮拉得那麼高 因為他的臉型 你看到 都是比較長一點 你這樣拉一個人 是給人感覺 哎呀 麻痹老了 而且他前陣子 試過留長頭髮 但對於一個已經入了53歲的陳豪來說 會不會再留長頭髮 記住看回1994年的這部《晚九朝五》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陳豪 好 男神還有這位 就是Daniel吳賢祖 當年大家記得 楊帆導演的美少年 他當年真的很可愛 很響響 但是近來在螢幕裡見到他 真的蒼老了一點 但其實他還未半白 今年49歲而已 沒辦法 因為他現在在California生活 大家都知道那邊 這幾年的天氣是很反常 太陽非常之慢 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都說 只駕駛車 雙手都會曬黑 所以 Dandy我發現 他是沒有保養 他們的皮膚很乾 和很黑 你說是不是很 對於我們亞洲人 就不喜歡這樣的樣子 所以他真的要保養一下 所以他真的要塗防曬 而且一定要戴帽 那些男生很爛的塗防曬 我知道 陽光也要盡量 不要太強勁吸收 對嗎 就算你塗防曬也好 都不可以在52時補曬 沒有 所以這件事 可能各位男士都要留意 你記住 其實不是曬黑了不好 因為去到這樣的年紀 一曬得多 他會破壞你的皮膚 骨膠原 你很容易鬆弛 現在沒有什麼折磨 沒有年輕人 還有另一位男神 他就是陳冠希Edison 其實他43歲而已 但是最近被網民在街上生琴 那些相片都拍得他挺老 為什麼呢 我想出了名的 他是比較方中的那類 自然又煙又酒 這些東西就沒辦法 再加上有件事 他也不是香港主 我知道好像是他 我沒有記錯 美國 美國還是加拿大的 生活又沒有什麼湯水 自然變成阿伯那樣 所以香港會好一點嗎 撐很遠 至少你要喝一口湯 也叫做有湯飲 所以陽光要少一點 湯水要多一點 沒錯 另一位男神余文樂 現在就在台北 沒理由沒有湯水了吧 但是被人沉獲 也有些浮腫 你說對了 台北就是沒有湯水 真的 為什麼呢 我在台北的朋友都很想念 香港的什麼 老火湯 原來台灣的人 是不喜歡煲湯的 他們全部是煲湯的 所以他們不懂熬湯 他們不懂用湯水補養 再加上聽說 這幾年 陽光不太順暢 不太開心 在台灣 自然有情緒 不太穩定 看到他的樣子真的很老 42歲而已 和他老子暫時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希望他保持得好一點 另外周杰倫 真的保持得一般 當年出唱片的時候 雖然不叫做英俊 但也正常 但現在肥腫難分 但其實他已經45歲 什麼事發生 他娶一個很可愛的少女 做老婆 沒有幫助嗎 當然自然 什麼都不懂 也不懂照顧他 也不懂熬湯 什麼都不懂 所以聽真心的說句 這幾年他真的很豪 四處都要做巡迴 他自然就沒有辦法 日常生活這麼正常 其實你這麼忙的時候 你更加要注重自己的生活作式 沒錯 不是開玩笑的 是真的 所以真的 也好 有些人讓他看看 現在的樣子跌了多少 快點去追回 因為我覺得 那些男性 他們減肥比我們快很多 沒錯 他們說要減肥就減肥了 沒錯 但稍後有些不好的例子 有些人說他很瘦 沒辦法 因為他不做運動 我聽說他最唯一的運動 就是喜歡打遊戲 所以他不做運動之餘 你沒辦法 當過了50歲 新陳代謝一萬 的話 自然的人的機能 都會開始慢 自然 連骨膠炎也少了 就開始鬆 就開始瘦 他57歲 沒錯 那你覺得他保持得好嗎 如果57歲 不做運動的話 他算OK 如果再做運動就更加好 他可以健康一點 他可以健康一點 OK 這個叫做魏俊傑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當年是無線小生的時候 真的很帥 但是大家看到他近這10年8年 在內地發展 就越來越肥 不過 開心的是最近 他好像終於瘦了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最更新的樣子 其實他也是56歲 我覺得他如果繼續努力的話 會不會有個改善呢 記住一件事 千萬不要暴飲暴食之後 再來減肥 身體不會告訴你 永遠可以這樣 你是不停去挑戰身體的 所以你要保持一路的身體 不要大食 也不要太瘦 一直這樣去 我看到他現在 暴升了之後 再跌下來 其實對身體是很差的 就是他本來之前吃很多東西 現在突然間 每天都不吃東西了 所以就瘦 沒錯 但是他就可以達到了 現在瘦身的效果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 因為他會泡的 我看到他的腰圍 我知道他會泡 因為為什麼 真正健康的減肥 是需要有肌肉的 你看出他沒有的 我明白 所以其實是要節食加運動 才是一個最健康的狀態 沒錯 所以魏維爾要做的 可能是很多的運動 沒錯 另外是嘉良 你看看他在不同時期的樣子 都有很大的變化 今年的嘉良 原來已經登陸了 61歲 其實早前做這個家族的時候 即是繼承者 他刻意做這個比較老的角色 我覺得沒有什麼違和感 但是怎樣回到以前小生的形象呢 難啊 除非搬回我們香港住 他在北京天氣又不一樣 他人的身體不一樣 不一樣的 北京住很乾的 即是說去某些地方 永遠都不會有什麼 不會年輕的 沒錯 尤其是廣東人 你說真的嗎 真的 廣東人如果向到這麼北的地方 除非他的生活模式 很有節制 還有不停會有人在身邊 幫助他 這樣才行 他的眼睛很大 沒有辦法 可能因為他不停拍劇 他沒有那個叫做不夠時間休息 還有身體 我想又要說 沒有那個叫做 你知道要補身 真的要補的 不是說笑 不是吃什麼名貴的東西 但你裡面的東西要懂補 滋補是很重要的 還有家良都煙走的 我不知道他現在戒了沒有 是的 我想一定沒有 他的樣子給我感覺就是 沒有那種正常健康的樣子 所以其實去到某個年紀 有些東西真的要解釋 是不是 你年輕可以做 你十八可以做 二十八可以做 一過了三十八 你還來? 就變成這樣 明白的 好 我們跟著還有就是 黃偉琴 大家看看我多年很喜歡他 這一隻的大碟 很帥 很帥 很純粹 很純粹 我知道 你講完我就講 他的歌曲很好聽 但是近這幾年 叫他復出 給我感覺 不好意思 Chris 我喜歡你 不過我真的有少少 游利大叔的感覺 無論是髮型 衣著或者臉色 但是原來看回 他今年都63歲 他都不是小時候 但是在打扮方面 我覺得 是不是有少少進步的空間呢? 因為Chris離開了香港一段 幾長時間 他搬到加拿大 溫哥娃住很久了 我都感覺到 他真的好像停留在 他走的時候的年代 就是九十年代 所以你發覺 Chris的衣著 品味 頭髮的髮型 好像沒有變過 我有一次看他的演唱 雖然不是坐得很近 但是都感覺到 有少少比較 好像在時光隧道的感覺 我不知道他用主題 美子 或者舞台設計的人 要找回 稍為年輕一點的 最可悲的是 早前有一張照片被人生琴 說以為他是喬寶寶 真的很可憐 是啊 而且我感覺到 Chris的運動 不是太多 而且他的肌肉比較泡 所以其實沒辦法 如果你真的要保養 不是只靠臉 你要全身給人感覺 都覺得你是健康的 所以做這一行 其實真的不能懶 不能懶 你後天加 支持自己本身的條件 幾樣東西要合起來 不能說是天下跌下來的 還有記住 你要保持健康 不只是一天的事 真的 沒有一天的保持健康 其實你要建立一個好的生活風格 但是這個世界真是不公平的 米哥 怎樣呢 我認識一個人 他今年登陸 但是他的樣子 都是很寶寶 那個叫曹永廉 他真是寶寶 他真是寶寶 真人都是這樣的 他做過什麼呢 老實說 我現在收到的就是 家庭很開心 還有長期有湯水喝 還有他的生活時間模式很正常 這些事很簡單 沒錯 就是這些事 沒有什麼秘訣 我告訴你 我覺得他先天條件好 DNA也有幫助 不過聽說他家裡也不少湯水 我收到封 所以就靚靚仔仔 沒錯 當然說到不老男神 一定要提他 米哥第一個要說的就是 Miu哥苗喬偉 三叔其實他今年已經65歲了 三哥 不是三叔 三哥 你已經說錯了 都很縮縮的 但是大家都公認 他是保持得好 是不是 好在哪裡 記得好紮實 你記住 你不只是說臉緊就可以了 如果人不紮實 覺得 頭和身不太配 那你就知道有問題了 他有做健身的 是的 你一看到三哥的話 你看到他 你看到他 你不覺得是泡 這件事你們記住 不只是臉要緊 肌肉 肌肉 一樣是這麼重要的 因為肌肉 等於可以幫助你的人的 營養系統 新陳代謝 差很遠的 石修哥更加厲害 今年已經是72歲了 但是如果大家在街上遇過他的話 都會覺得他真的不像72歲的一個老伯伯 那他的肌肉 知道在哪裡呢? 我收到一封 又是說 家裡的湯水 非常之舊 太太 整個家裡 打理得非常之好 愛心湯水 其實早幾年 阿修哥都試過 好像有聽說大病 不過 聽力 是的 沒錯 好起來之後 現在的身體 最重要是生活正常 而且他也有行山的習慣 相差很遠 行山就是會曬 例如 阿Lam都很喜歡戶外活動 他擺明就是曬到那一刻 但你也說他適合 適合在哪裡呢? 你知道阿Lam幾個小時起床嗎? 不知道 我聽Sally在電台訪問他 他都不知道五點鐘就起床了 他們那種曬和你我不同 不過Happen to be 阿Lam自己喜歡黑的皮膚 不過你記住 如果早起床的人 也代表什麼? 他很早睡 他很早睡 即是早睡早起是有幫助的 他真的早睡 你知道早睡有什麼好處嗎? 那段時間 大概九點鐘開始 是你的身體回復 骨膠原最好的時間 所以你看到阿Lam 他不是特別 好像很滑的感覺 你看看阿Lam的身材 離遠看 他真的不像七十多歲 而且頭髮也是很有型 沒錯 就是軟軟的很濃密 灰灰的頭髮 我覺得很適合他 所以我覺得你看到阿Lam 不是突然要像18歲 最重要的是 你覺得很健康 是的 OK 已經救了男士 不需要把臉很緊 那些不是男人要做的事 其實是自然的 那劉華怎樣呢? 劉華 我兒時偶像到現在 今年他已經六十三歲 六一年出生 劉華健康 絕對健康 因為他仍然是一個偶像 沒錯 今時今日 接下來都會有演唱會 全國巡迴演唱會 你看看 仍然是一個很有偶像的歌手 不過他唯一一件事 比較乾了一點 因為知道他素食之外 他又不吃澱粉漆 當一個人長期不吃澱粉漆之後 那個人的肌肉會掉 而且俗稱話說 他好像很乾 他為藝術而犧牲 你看看他的朱古力 我知道 很大塊 不過不要再說 遲些 他一吃澱粉漆 你就知道味道 那怎樣 反彈得很厲害 所以他就不敢吃 除非他不脫衣服 看看他熬了多少年 這樣說 好 我們當然 劉華怎麼會沒有朝偉 朝偉和劉華剛剛相反 朝偉一早已經放棄了他偶像的包袱 沒錯 所以他很活於自己的感覺 你覺得他又維持成怎樣 朝偉覺得他很自我 所以他說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六十多歲的我 他也會刻意去遮掩什麼 打扮什麼 但他可不可以維持得更加好 可以 不過他不會做 他說明了 我不會塗防曬 我不會做保養 所以這就是真真正 六十多歲 其實他會維持得更快 沒錯 相比之下 相對之下 周潤發 其實大家都知道 發哥很喜歡跑步 沒錯 也很健康 但偶然看到他 有些照片都比較外外滋滋 不是那麼精神 問題出在哪裏 我不是很熟悉這件事 不過肯定 你留意到 發哥 就不是特別很鬆 因為他多數做那些 叫做 cardio 就是心臟有關 心肺 心肺的運動 他就少了一些 我們直稱說的 有肌肉的鍛鍊 有機會其實 肌肉鍛鍊是很重要 對於所有 過了五十歲以上 為什麼呢 肌肉除了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他的體型 有反不上下之外 其實他對整個人的身體 裏面的那個 肌肉系統 是很重要 喂 麥哥你也有做健身的 沒錯 你有沒有發覺近幾年 多了一些六十歲以上的男士去做健身 不是男士 女士 男女士都是 是不是多了一巴掌 多了很多 為什麼 因為你記住年紀一上了 有幾樣東西最遭忌 第一 寒背 第二 腳容易跌倒 就是因為下身裏面的肌肉不夠 以前我們的觀念 做健身就好像壯男才做 但其實我覺得現在開始有點不同了 沒錯 你可以說一下 所以我就說跟大家說 你記住 除了你可以行山去散步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過在你們的運動量裏面 一定要加入少少肌肉的鍛鍊 而肌肉的鍛鍊 最主要都要靠做有重量的運動 即是不會以為我年紀老了 哪有肌肉 練來都沒有用 千萬不要這樣說 因為有機會你自己摸摸自己的臀部 和大腿 發覺鬆 其實最主要告訴你 你沒有肌肉 將來你很容易在街上跌倒 沒有力 所以要強化你的肌肉 一定要 強化肌肉 這樣就會好些 好了我們押續還有他 成龍大哥 今年七十歲 最近被人生琴了 在美國拍戲 發覺他的樣子 差點認不到 是成龍大哥 Jacky Chan 這張照片 因為沒有驗法 又戴著眼鏡 真的認不出 但是你覺得他 是不是很大的改變呢 是啊 你感覺到他以前的 俗精化劑 後遺症也好 病也好 終於影響到他 他的樣子給我的感覺 就是得罪說一句 真的很多身體的毛病 大家都知道 其實 我知道 但是你看到他的樣子 你感覺到 都是偏向有點潮水 是 一潮水的話 那個腦袋 更加覺得厲害 就是眼神 不是那麼凌厲 不凌厲 眼神有光 現在沒有 所以現在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當時有很多 受傷 所以他們現在很愛惜自己的身體 那如果有些男士 年輕的時候 熬得很辛苦 那到現在老年的時候 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去補回的呢 當然可以 所以最重要就是 有一個叫做調理 我們所說的調理身體 還有最重要就是 生活習慣 飲食要正常 不要天天打算說 今天我吃完之後 明天我不吃了 不行的 記住不可以大飲大食 保持一個 即是 比較保持一個 衡量的飲食習慣 是很重要的 你看看麥哥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板子 我又不可以用說 你看看他身上那條魚 游得多自由自在 最重要的是 記住自己 大家我們不是十八二十二 加起來都不止了 所以身體上 不要做回以前十八二十二做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你是做幕前的話 更加要注重自己的外表 Exactly 如果大家 各網友 你們有一些家傳秘方 怎樣養生之道的話 我們都希望想知道 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 和大家分享 都可以 我很想知道 因為你們在Facebook 留了很多言給我 我學了很多東西 未加入我們Facebook 就怎樣 馬上加入 我正在等你們 我很想在Facebook 和你們做多些互通 大家要記住 多些 還有我們的IG 都已經開了 是的 大家也可以追蹤我們的IG 任何時都可以接收到 我們最新的G信 如果喜歡我們這個program 記得今次的節目 記得 留言 請留言 和訂閱 記得分享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集的節目 請留言 分享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分享你的相片 可以加入我們的Facebook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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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